大家都心不在焉 开记者会同时桌球男团小林同学同步在场上征战 起初没有记者举手发问部长有点尴尬 不过也报告好消息 第五轮预约总算来了8月5号时点开始发简讯 这些族群都得注意 包含要打第二季的第一到第三类韩孕妇 再加上7月19号前医院登记中 有选莫德纳的65岁以上民众 或是55岁以上的第九类可以开始打第一剂 最快11号就能接种 若在无新疫苗到货提高涵盖率难上加难 因此把希望放在1500万剂的BNT疫苗 进口疫苗持续努力 国产高端也有新进展26.5万剂逢间完成 同时机关署网站挂上检介 但唯独高端疫苗没有写到保护力多少 因为是免疫桥接通过EUA 因此没有数据 甚至还有提醒有相当罕见副作用 这个两个都是在接受疫苗接种之后 那发生的 那颜面神经麻痹这个个案 那事后是有完全的就是恢复 庄然强强调这两起事件 是否跟疫苗接种有关 或是只是时间序列问题 还要进一步了解 另外再来看本土疫情 我们今天有本土病例有16名 3号增加16例本土 新北10例台北有4例 至于加益群聚又再多了2例 属于加户感染 也有增加2人死亡 疫情稳定之余 冲高疫苗涵盖率更是当务之急 提本新闻王兴堂纽宣SNG小组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等你哦